关于贯折并购菲利普 这个所谓电脑相关的业务 这个交易本身来讲 我个人看法对贯折来讲 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我们看见很多的本地的上市公司 在扩充出去的进行这种海外的并购的时候 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都不是很成功 但是这个对业务来讲 对这个跨国性的业务各方面来讲 都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当然是留意到订购价格来讲 还是比较低点 大概是1540万美元 这个对贯折来讲 应该是一场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一试的一个尝试 但是这个成功与否 这个还是要看以后的日后的业务的整合 跟欧美国家 或者是全球性的 针对这个电脑这个系统的究竟是这个需求是什么样 是不是用一个所谓的笔记型电脑来取代一般的做台式电脑 对这个电脑显示屏的一个业务来讲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冲击的 除了个人看法 这个运动对贯折来讲 好害参半 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讲 还是要紧密的留意住 这个整个交易 日后来讲 对贯折就紧可不可以带来一个短期 或者是中长期的利润的一个增长的情况 我觉得这方面是绝对需要留意的 有关记者是这样一方面的 感谢观看